驅逐同學 他們一開始很溫和,是用勸導的 甚至還因為綠黨的那些世衛政客在那邊不敢輕舉妄動 就是民進黨,不好意思 民進黨的說一張課在那邊 但到之後 他們開始對在場的學生 嚴重的拉扯,甚至有一些暴力舉動 我想問的是為什麼 如非不是,他們有些上司給他們一個最後通牒 一個時間限制,他們不會因為時間越來越接近早上 而手段越來越暴力 我想請問大家,一個民主法是這麼久的國家 一個警察對一個手寸的人民使用暴力是合法的嗎? 是合法的嗎? 合法 然而當我們最後一波的人 我是在刀除幾波 然後 主導者要我們 手勾的時候,往後躺的時候 我身旁的同學 我身旁的同學 一樣還是跟著喊著口號 退回服貿 捍衛民主 但那個聲音裡面是 帶著恐懼的顫抖 他的手也在抖 只因為我們看到 即將接近我們那些警察 對我們做的 對前面同學做的那些事情 當他們被拉起來之後 有些人直接被往警察裡面拖 然後事後他們的說法 甚至有些人在場 有些記者當場就看到 當場所有人就大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的指責的時候 但是同學在警察堆裡 被遭遇到那些 無情的對待 你知道嗎? 那在當下看到有多可怕嗎? 然後讓我最震驚的 最後一件事是 在我前排的同學 我相信昨天晚上 應該還有人注意到這件事 跟我差不多離開的同學 有一個人被警察 用拖帶拉著 推到地板上 他的左手手肘 是往後折 九十度折在他的背底下的 而那個當下 所有靠近他的警察 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往後退 沒有人要承認那是誰幹的 而且靠近那位同學竟然是 我們是被趨离的學生 你知道那有多沉重嗎? 有! 我不知道我把 大家這個心情 這個激進的心情 撥到他冷水 但是我想要大家知道 昨天的事實就是這麼灰燼 其實我很感動 就是 在現場的各位 還能為這個運動 就是實現努力不 努力不懈 因為我相信還有一群人 是堅信有正義在 道理在 為什麼呢? 民主可以倒回到那麼多年前 這不是戒指才會發生的事情嗎? 難道不是嗎? 為什麼馬英九 我相信以後他們可以這麼的惡心 他們憑什麼對我們這麼的惡心 然後最後一件事 是我要講的是 雖然現在立院很和平 但是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並不知道 我相信昨天在行政院那些同學 已經充分感受到那個恐懼感 但我要呼籲各位的是 如果警察真的 將來對我們使用暴力 請各位不要緊張 請各位照指揮人 所指導的動作去執行 並且不要把針鋒對向警察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心裡其實很沉重 因為昨天當我在被拖離建廠的時候 有一位 在我看似啊 他可能比較 職權沒有那麼高的警察 他想把我帶離建廠 因為那時候 那個同學手骨折的時候 我情緒有點崩潰 他在我身旁 小小聲的說 加油你們要撐下去 他就是講這樣 加油 我們都要撐下去 神父上帝在場的警察朋友們 也有些內心的掙扎痛苦 是遠超會無 我現在坐在這裡 那我也呼籲這些警察 因為他們有無法休假的這項規定 當他們脫下制服之後 我相信你們也是很想到 現場來聲援所有的同學 但是你們很無法 但是我想在 不管 上級交代的任何兵力下來 能否想像 將這些倒立加助於我們 這些手無尊敵的學生們之前 好好地想一想 這該是民主法治國家該有的行為嗎 不該 這該是民主國家法治該有的行為嗎 不該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 掌tant 感谢观看